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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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走 走 走 你们怎么随便抓人呢 放开我 放开我 走 大人 他晕了 解开吧 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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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抓住他 你们俩快上来点 死了 快走走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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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驾到 SHE 王 伯父 皇上 皇上 公子 皇上 周 opposed 武我 你 女准 本案线索已断 追查库营困难重重 加州通判元杰 承文高级 望皇上名剑 执州范芳他在干什么 也因突发此案 加州知府范芳 急火攻心引发固疾 在床上躺了好几天了 二十万两百亿 可以养数万精兵啊 圣上 此事援起周关尸检部署尸职 应追查加州主要官员之职责 严加惩处一事后人 动辄拿人 却没有别的招数 圣上 臣以为加州商贸发达 繁华兴貌 那年可上交付税近三十万两 为荆棘临近周府首付之地 可见加州官员致力有方功绩不小 为可因一时时查导致官方受拔 当务之急是派得力官员前往加州 捉拿江阳大道追缴师道银两 请圣上明断 承办官员有什么用 二十万两银子才是最大的损失 但是眼下军饰十分紧缺 官员的封银也是入不敷出 六部大臣整天吵吵闹闹闹 为此事叽叽喳喳 没完没了 这下倒好 二十万两到手的银子又没了 圣上赶紧派得力官员下去追查 鸡拿盗贼 对对对 圣上 让我去吧 带上几千人马 将加州铁桶般团团围住 任任过关 户户搜查 什么样的江阳大道也休想溜掉 必能守到秦来 徐爱卿 你看如何 圣上 史大人雄行可嘉 但是调兵遣将兴师洞中毕竟不同 臣以为可及调 湖南提醒宋慈入京 任经济提点行业之职 前往加州协助当地官员查办此爱 捉拿盗贼追缴诗银二十万两 宋慈 不就是你的那位女婿吗 薛大人可真是举贤不必金呢 我听说你的这位女婿 喜欢摆弄死人骨头 还喜欢在公堂之上夸夸其谈 可这捉拿飞檐走壁的江阳大道 他认为只会玩弄鸡鸣狗盗小花招的提醒官 能行吗 怎么不行呢 宋慈在外省屡破其案 陶庭上下也都是有目共睹吧 宋慈放外任做提醒已有多年 查案段玉手段高超 让他来查办加州施营案 当为合适人选 至于加州提点金鸡刑狱一只马 且待此案查下来再说 各位以为如何 圣上可一个外省的提醒官到加州查案 这名不正言不顺呢 这好办 朕下一道旨让他奉皇命一地查案 这不就名也正言也顺了吗 臣以为这是上上之策 圣上英明 此事就这么定了 你这 大人 过了这个戒碑前面就是加州地戒了 好 去前边看看 好 驾 请问可是宋提醒宋大人 正式送辞 小的是加州衙门疏力孟正文 好好一条官道怎么会被阻截了呢 大人 因农天缺水急于云水灌溉 所以才破路修渠 谁知挡了宋大人的路 小的特来迎接 请宋大人坐船去加州 坐船 对 小的已备好船只 宋大人 请吧 这船啊真是豪华 倒是比官邑客栈强多了 可就是没骑马来的痛快 我也是烦得很啊 你们这些男人啊太不会享受了 哎 这船上的装饰多华丽啊 船外的风景多么秀丽 人这一辈子能享受几回啊 你们还心烦意乱 哎 哎 这加州发生酷淫失道案 圣上亲令大人前去查案 想必是碰到了南肯的骨头 这世袭时又还不知道呢 亏你还有心情欣赏风景 哎 大人 你说圣上为什么会派你来加州查这个案子 你说呢 这还用说吗 大人这几年屡破其案 树打着风啊 难道英姑还有其他说法 嗯 让我猜啊 一方面可能像捕头大哥说的 您的名声在外 另外一方面恐怕您真的要感谢 您岳父大人的举荐职工了 赵捕头 去把那梦处理找来 说前面有铺头 我们下船上岸 骑马而行 宋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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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这两岸的风景 孟树立 这船行驶得如此缓慢 几时能到加州啊 这可 此去加州不过四五十里路 我想傍晚应该可以到达 赶上吃晚饭没问题 那怎么能行呢 孟树立 我此饭来加州是来公干的 如此悠哉悠哉 岂不误事啊 大人 您先请无焦虑 俗话说 磨刀不误砍柴工 这行船自然比不得起马快 可它稳当舒适啊 让大人您一路养金蓄锐 到了加州 破得大岸 大人 您等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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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站住 走 这里面什么呀 没事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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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查仔细了 站住 站住 这包里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走 会从我眼鼻底下溜走 咦 怎么还没见京城来人呢 京城有谁来啊 听说圣上特调湖南提行宋慈 来加州携察官吟被盗一案 近日必到加州 天色已近黄昏 怎么还不见人呢 走吧 宋慈 叫什么呀 此人名气很大 走吧 听说他查案吉凶 很有一套手段啊 是啊 那宋慈与我是同科进士 当年金殿之上 圣上玉笔清典 前朝宰相之子为状元 我为榜眼 宋慈为探花 三人并立殿前何等荣耀 原来大人与宋慈还有同科之意 这回圣上派宋慈来加州查案 二位同科进士若能携手合作 必能查清此案 大功告成啊 哎呀 我们多年未见 真想与他好好续谈一回啊 举起手 上 大人 我看这船上 好像另有名堂 什么名堂 难道他们还敢向我下黑手不成 黑手倒不至于 只怕他们会给大人摆个迷魂阵 大人 孟淑理 船上怎么来了这些人 宋大人 只不过弹唱几支小曲 给您一路解解闷 你们都有什么拿手的曲子啊 有啊 你们先来个渔州唱晚吧 等等等等 宋大人 是不是这曲子不太合适 那换个开心点的 这位小姐你请过来 你们是什么人啊 怎么在船上做这种营生 大人 你既然上的花船 应知晓此中行情 何必明知顾问呢 孟淑理 原来这果然 果然是条花船 你们知道吗 这就是宋提行宋大人 奉圣命前去加州办要案 你们在宋大人面前搔手弄姿 该当何罪啊 我等以卖上为生 从不做祸国殃民之事 就算大人手握生死大权 量也不会拿我们这等弱女子开刀吧 你休得胡说 下去下去 坐回去 宋大人 这小女子性情孤傲 说话不知礼数 还请您见谅 行了 你们赶紧换个曲子吧 不必了孟淑理 本官今天有幸坐的花船 有吃有喝 还有绝色女子演奏小曲 曲子雅致人也风流 多谢你了 是我自己心情不好 辜负了你一番好心 哪里 哪里 但是前面要有河步头的话 马上停船 我们即刻下船 啊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快叫船靠岸呢 是 快 快快快快 宋大人 一路上都有得罪了 宋大人 我带舅父范之舟敬您一杯酒 好了好了 宋大人奉圣上之命来本州公干 一路上辛苦了 我先干了这杯酒 宋大人再喝 范大人既然抱病在床 这加州由谁主事啊 是不是袁杰袁同盘 不 舅父偶然小样 仍主持本州正事 今日握病在床 由在下全权代理 不会无事的 舅父 你病得这么厉害 怎么还硬撑着出来呢 这里自有外甥照应 哪会出差错呢 提点湖南刑狱宋慈 奉圣命前来协查酷云失道一案 范大人 多多见谅 宋大人 请坐 你年轻有为啊 远道而来 辛苦了 这就是好酒 要多喝几杯 宋老夫有病在身 不能起身相陪 周郎啊 还有孟树立 你们陪宋大人喝酒 要喝好啊 范大人 我看这酒就不必喝了吧 范英国 既然范大人报名前来 那我们就谈谈谈谨慎绝术 哪像什么有病的人 好 好 宋大人果然是爽快之人哪 谈吧 谈吧 范大人 宋某既然为了 加州库银失道一案而来 那就请范大人 谈谈案情 您看怎样 好 这几天范某 为这件案子 也是心急如焚 坐卧不宁啊 二十万两银子 一夜之间不翼而飞 库奸公孙剑 看似老实八九 实则暗藏祸心 胆大包天 和江阳大盗里应外合 做下这等满天过海的事实在是想不到啊 范大人 不是说已经有了一些线索了吗 怎么又 哦 这正是老夫痛心疾首之处啊 本来 公孙剑已经供出了一些轻壮 哪知一时疏忽 让他自杀身亡 真是 唉 老夫本想拿住这货大盗 再向京城禀报 可是 通判元杰未与老夫商议 就向京城禀报 老夫以为 袁通判这样做很不妥当 袁通判所做并没有什么错误 此时皇上也十分焦急 刻意派我前来加州 协同地方官调查库淫失道一案 哎 怎么袁通判到此时还不露面 袁通判被派往外地 正在寻查盗贼尚未归来 哦 是按照老夫的旨意 全州所有官员 分头去 八乡四野交通要道 缉拿凶犯 凡车船叫丹一律盘查 朕可谓不下天罗地网 必能把盗贼捕归案 哦 宋大人 你若能助我一臂之力 从京城驻军中 调得几千官兵 把加州全境团团围住 搜寻盗贼 老夫当万分感激啊 是 范大人 调动京城官兵可不是宋某力所能及啊 不过宋某倒是以为捉拿盗贼固然着急 但是范大人还是应该从这府衙内部细细盘查做起 嗯 宋大人此话的意思是 既然说这个公孙剑勾结外贼 那其中可有同党介入此事吗 这个 不会吧 那这么说您没有从内部详细盘查 这个 老夫倒是并未想到这一层 范大人 述宋某直言 我以为此事还是应该从内部查起 您看呢 宋大人 果然是年轻有为 律师周密啊 不过 舅父 您别急 别为这点事伤了身体 老夫有点支撑不住了 不就是二十万的鸟子吗 何必追得这么急呢 逼出人命了谁管呢 范大人可是当今圣上的远行 到底是皇亲国际 说王老大口气 来人把范大人抬回去 二十万两鸟子还不当回事 来 来 来 宋大人 您看您也辛苦一天了 要不师父该歇息了 是吗 该歇息了 让小的带您去旅店吧 不急 加州大狱 离这可禁 这个 远倒是不远 可是小的 判断看守监狱的居力不在 孟淑丽 宋大人不辞劳苦 愿意挑灯查案 你推三阻四的 倒像我们心虚似的 宋大人 您不是想去大狱吗 走 我带你们去 请 公孙健就是在这儿 撞毙而死的吗 正是 说起这事儿 我到现在还后怕呢 那天 我刚一入玉门 那家伙就像一头野兽似的扑了过来 张着血盆大口 两只眼冒着绿光 伸手就掐我的脖子 张嘴咬我的肉 当 当时 幸亏我在旁边有东西挡了一下 周师爷才免遭祸殃 可谁知道那人一扭头 就像墙上撞去 顿时头脑开裂 脑壳和血水撒了一地 立马就死了 原来是这样 公孙健是什么时候被捕的 这 那是在酷炎失道的第二天晚上 想必公孙健是做贼心虚 害怕查到他的头上 于是趁着月黑风高 连夜潜逃出城 大人幸亏 原大人有所提防 派普派 紧追不舍 将其捉拿归案 事先犯方 范大人没有怀疑到公孙健有作案动机吗 这 这也未必 失道前后 我舅父对公孙健也有所怀疑 故而 在原通判抓捕公孙健之后 就下令连夜审讯 追查失道官员 宋大人 在下这儿有一份当时的城堂贡路 请宋大人查阅 宋大人 请 公孙健的口供就这么几句话 千真万确 大人 在下敢以脑袋担保 济迅的时候 我一直在看 这个人嘴硬得很 怎么打他 逼他 也就说出了这些 他承认与盗贼公�um 结走赤银 可 可他死也不肯说 这是盗贼叫什么 姓什么 在什么地方 盗贼的容貌长相 脏银藏于何地 也一概不知 是啊 那看来此案是由江阳大盗所为 已经铁定如山了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捕获这些江阳大盗了 是是是 宋大人所言 与芝州范大人不谋而合 可谓英雄所见略通 是吗 宋大人 您还有什么要看的 对 我要看一个人 谁 公孙剑 这人已经死了 重大要犯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这恐怕有点麻烦 怎么了 难道你们已经焚尸灭气了吗 没有 这公孙剑是自杀而死 有目睹人证 舞座验尸之后 有验状在路 何惧之有 不过 因为天气炎热 尸体已经腐烂发臭 实在是摆不住了 这才 这才随便找了个地方 挖坑埋了 那就找到那个埋尸人 去随便找的那个地方 把尸体给我挖出来 我要重新检验 大人 这 这什么 快去办 是 宋大人 您要的东西已经摆在那了 没我们什么事了吧 慌什么 站在一旁 好 你 你 刚好 宋奶 这尸体该验完了吧 对 验完了 那 就让他们把尸体埋回去吧 公孙剑什么身份多大年纪啊 这个 公孙剑嘛 曾是一介书生土头土脑的 大约有三十七八岁 或者四十猪头 那你给我这具尸体 五十开外是个务农的老翁 而且半个月之前死于膨胀病 你是想看看我的眼力 还是别的什么意思 这 宋大人 小的哪敢欺骗您呢 这分明是手下人 吴奎 你是怎么搞的 这 这是他们埋的 这尸首也是他们挖出来的 我 我哪知道他们是真是假 你 吴奎 怎么回事 呃 袁大人 什么怎么回事 死者根本不是公孙剑 而是半个月前病死的老农 你们用这种障眼法欺骗宋大人 太可笑了吧 宋大人 在下 是加州通派元杰 袁大人 你我同科近视 何必这么客气 啊 袁某这几天都在外乡 追捕逃犯了 我没想到 他们竟敢在你面前玩这套把戏 真是惭愧惭愧 哪里哪里 怎么回事 周氏也不懂 你身为玉利难道也不懂啊 啊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 他是宋提醒 赫赫有名的段玉高手 你有几个脑袋弄一具假尸体在他面前玩什么花招 袁大人 在下实在不知道其中有个话 这 张小五 赵甲你们过来 大人 大人在袁大人 在宋大人面前 你们自己交代吧 大人 那天黑灯瞎火的实在记不清楚了 我们埋人的时候 只记得附近有几株打松树啊 其他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了 来啊 把张小五和赵甲拉下去各打五十大板 打完之后不得了伤 让他们继续寻找公孙剑的尸首 大人 饶命啊 大人 让他们的家眷立开关京大牢 什么时候找到尸首 什么时候放人 大人 饶命啊 走 大人 袁大人 大文武是大板 屁股烂了 不得了伤回送命的 这 周师爷 你在袁大人面前求求情 饶了他们吧 你们自己手上人做的傻事 我才懒得滚了 袁大人 他们两个不知轻重 买事没分寸 求袁大人饶过他们一回吧 饶一回 一回都饶不得 酷银被盗 加州已经丢尽了脸面 今天你们又在宋大人面前出了插错 怎么会饶了你们呢 给我打 狠狠地打 还有你 我要禀报支州大人 把你降为父旨 扣你半年的俸禄 袁大人 你就饶过小人这一回吧 胡不透 你留下来收拾现场 宋大人 请罚 袁兄姐 一转眼 你我有十年未见面了吧 袁兄 光阴似箭 青春一世啊 是啊 当年年少气盛的殿是炭花 如今当上了微风八面的提琴棺 今日相见都不敢认了 哪里 哪里 袁兄啊 你还是那么精神气爽精明强干 听说你在加州干得很不错啊 哎 干得好坏 又能怎么样 咱们不提他了 宋兄出来加州 咱们还是找个地方坐下聊聊 哎 要不先去寒舍 这个 怎么了 京城派来的提琴棺 嫌我家粗陋难耐 不堪入座吗 哪里 既然袁兄说了 我们就去坐坐 走 好 宋大人请进 袁兄请 来 请坐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界内住室 嫂夫人好 宋大人好 里边请 您请 您请 通判官就喝这种茶 袁兄啊 您身为通判还能如此清贫 真是让我肃然起敬啊 袁某出身贫寒 眼下这样比起过去已经是好了很多 袁某已十分满足了 袁兄还是教子有方 贵公子自幼便勤奋好学 将来必有大出息啊 哎呀 没有 宋兄过奖了 小儿好学的确不错 但是功劳却是见内的 说来惭愧 袁某入世以来 整日在外操持公务 无暇顾家 一应家务及育儿的事情 都是见内照应 我跟你说句实在话 这就是 家有丑妻的好处啊 是 贫贱夫妻最见真情啊 来 请 袁兄啊 你看你这又是何必呢 宋兄啊 宋兄光临寒舍又正值正午 在我这里吃顿便饭 嗯 不会有讨好金官之嫌吧 袁兄 您简易素食粗茶淡饭 本不敢打扰 既然如此 恭敬不如从命 我留下来吃这顿饭就是了 好 韩舍就两只酒中 你一个我一个 哦 你稍等 酒 主事来 去 打一壶酒来 袁兄啊 我看这酒就不必了吧 你我都有公务在身 须心智清明才是啊 哦 那怎么能行呢 咱俩乃同科进士 十几年得以相聚 怎么能有不喝的道理呢 那我们少喝一点 少喝一点 来 请 来 您顺便买一只猪耳朵 给宋大人下酒 好 二位 来 这边请 袁大人 这小儿子真不错 小小年纪就写的一首的好字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日月迎则 陈速列章 好啊 真好啊 你说这字写的好 好在哪儿啊 这个 什么 就是写的好嘛 你看这一笔画的 反正比我写的强 来来来来 这边请 这边请 宋兄光临寒舍 真是彭壁生辉啊 来 我敬你一杯 袁兄 干 干 袁兄 现在该我敬你了 使不得 使不得 宋大人是掌管生杀大权的人 此番又是为朝廷办案 怎么能敬我这一个小小的通判 袁兄 这就是您的不是了 继续同科之谊 何必提什么官职 来 袁兄 干 好 干 好 请坐 坐吧 坐 袁兄啊 向这加州乃是繁华之地 以身为通判 还能身居陋屎 自甘清贫 何况家有贤妻 相夫教子 经久不便 宋某佩服之计 为此我再敬袁兄一杯 来 干 宋某这番话 袁某感激万分 如实一来 袁某是辗转三地任职 忠于职守 惨淡精英 在加州任通判数年 幸得名情递风 付税连年大增 称的是富甲一方啊 不敢说老苦功高 也无愧于朝廷 无愧于百姓 袁兄 袁兄 您这是 不怕宋兄笑话 袁某寒窗攻毒之时 家中贫苦 夜深天寒 饥寒焦困 建内就用 炭火铁签 给我炒一把豆子 放在布中 揣在怀里 既可充饥 又能取暖 时长日久 缺了它不可 今日 让宋兄见笑了 袁兄啊 我来加州之前 就曾经有人跟我说过 你的通商理财之功 到这一看 宋某心服寇服 更难得的是 你还能以身作则 严于律己 实在是难得呀 袁兄 哪里哪里 宋兄一番话 对我的评价 我也不知该如何说好 来 我再敬宋兄一杯 袁兄 这杯酒咱们就不喝了 都有公务在身 须心情意境才是 不喝了 不喝了 酒逢知己千杯都嫌少 你我同科近世 十几年不能相聚 今日一见 多喝几杯 还算得了什么 来 我敬你一杯 好吧 袁兄 但是宋某不胜酒力 这杯酒 我请赵部头敬你 来赵部头 替我把这杯酒 跟袁兄干了 宋兄 你 改日改日 好 改 袁兄 这次我来加州 还望你鼎力协助 以我兄弟联手 方能早日破案呢 宋兄啊 加州智州范大人 仗着靠山印 独断专权 刚毙自用 不说了 你想出了这桩惊天动地的大案 报到了京城 圣上对这位远房的国舅爷 竟没有半句的斥责至此 反倒我这个报信人 落个不是 勇关勿势 国力难振啊 袁兄 您说的话 宋慈心中自明 但是袁兄 不能因为这个 我们就颓丧畏惧 更应该振作心智 再接再厉 为百姓设计尽力才是 宋兄所言极是 听说 宋兄此番来加州 路上 还有个小小的波折 让你们坐了一趟花船 还骑了一回毛驴 真有此事吗 一桩小事不提了 你可知道 你可知道 那关道原是畅通的 袁某正守候在那路口上 你我当日 本可以在路上相遇 那么一折腾 就耽误了半日功夫 天黑才到加州 就把公孙剑 买得不知去向了 这其中的原有 你可知道一二了吧 原来如此啊 袁大人 宋大人也在啊 王师爷 你有什么事吗 不知道两位正在喝酒 扫了二位的雅兴 不 不好意思 王师爷 我和袁同盼是同科进士 我们正在谈论公事 宋大人不必解释 是 两位的关系 非常的 非常的不一般啊 这已经不是秘密了 不过 两位大人 在谈案情的时候 千万不要瞒着 知州 范大人呢 王师爷 你这是什么意思 好像我们俩是私下串通 王师爷 我想你跟袁同盼 应该是有公事要谈吧 不好意思 袁大人 是这么回事 镇守南乡的两个官员来报 接住了两个嫌疑犯 希望袁大人前去查询 不过 两位正在密谈 那就当我没说 就当我没说 宋大人 我公务在身 那就告辞了 袁兄有事先忙 我们一同走 走吧 请 这 是 大人 这里的人怎么这种眼神 道我们是偷鸡贼啊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绳 这句话你没听说过呀 你是说这里的人被吓怕了 行了 别说了 小兔子 小兔子 白鱼胖 包回家 做新娘 白天羽儿捉迷砸 晚间陪儿入梦乡 乖儿子 乖儿子 睡着了 睡着了 小嘴还巴着巴着的响 好嘴 嘻 嘻 嘻 英姑啊 这丰妇 该不会是公孙剑的老婆吧 小白兔 好 好